新的iPhone14 今天是9月16號開賣日 其實也預約很久了啦 那今天剛好來辦 這隻是我本來在用的12 工程生退 其實我們有很多影片 都是用手機拍攝出來的 那這次為什麼會選擇去購買14 因為14的拍照好像又更生機更厲害 我們其實也有看了9man啊 看了3C Tim哥 看了很多大神的開箱 那所以這次就直接訂了 訂了今天就拿到了 那這一次我們就做一個升級 那也希望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跟大家做分享 當然不僅僅是這樣啦 告訴你們再看下去 我們會在明天前往一個秘密基地 我們去實測它的車貨功能 聽說這次14它有除了一個SOS的衛星電話 那衛星電話現在在台灣還沒有開放使用 但是它的車貨功能是有開放使用的 所以我們明天就會直接去實測它的車貨功能 看看到底有沒有效 我們直接用實測的比較快 我也不知道它有沒有用 明天就知道 明天見 luz 我們到墾丁了 我們這一趟來ドヒ 最主要的 你想打開 不要緊張一點點 好土 嚇人小影 怎麼我聽他的頭很麻煩 海哈 這一次來到剛剛說的秘密基地哦 基本上就是要來測試這隻手機 iPhone14 Pro Max 它有一個新功能就是車貨的偵測 這個偵測到底有沒有效果 我想過啦 我要拿 報廢車去撞 但是這個其實有 太多太多的不可控的因素 太麻煩 所以我後來就想到 欸!卡廳車啊! 所以有專業的教練也相對安全 我還沒有介紹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前幾天 我看那個編的頻道 有在講 靠地練習賺錢那個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就是來 當他 主理跟他的防護消費啊 那你沒辦法這個防護的什麼程度啊? 我們就要盡可能的防護啦 因為當然這個有一定的危險性 其實我有稍微Go了一下 他官方所講的 他其實有6個數據 第一個是車速突然改變 可能從100變0 行進方向驟變 實驗室撞擊測試 由實際正面撞擊 追撞 側面撞擊 翻車等測試 這可能是他的一些 我們的實驗室撞擊測試啊 有人搶他沒搶這樣子 第四個我比較納悶的是 車內氣壓改變 可能是你在車子裡面 那車子之後碰撞他氣壓有一些改變 撞貓 被車子飛到第三站 不是啦 那我們等一下這個老實講 他應該也不會有什麼氣壓改變 那我們盡可能的 為了符合這一點 我們把手機 可能放在包包裡 我們讓他有一個小小的 可以讓我們來看看 巨大撞擊聲響 碰 這有開嗎? 他好像一直開著啊 碰 他有6點 可能要符合幾點吧 第6點真實車禍數據 所以這應該就是他的一些大數據啊 詳細他也沒有分開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這6點 他可能要符合幾點 他才會啟動 就是一個附加功能 然後不知道他有沒有用 所以我們實際來測試看看 墾丁國際卡丁樂園 你們如果想開車的愛好運動的 可以來這裡 就不錯 而且老闆 讚 老闆說 他要拿出他的比賽車 那他要下場跑一段給我們看看 看一下比賽車的威力 老闆請到了專業賽車手 開著專業的卡丁車 等一下要為我們秀一下 GO 今天要開的車是這台 你幹嘛? 你是開始有點緊張的是嗎? 我本來想說雙門座讓你也上去的 我沒有想要上去的意思啊 真是拿生命拍片的男人 掰掰 我有點緊張欸 哈哈哈哈 哈哈 子彈最緩慢 子彈最緩慢 但是你應該在上面 alma 慢慢來 大心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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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那邊 不然 不掉 各位 上班 你不死 不掉 啊 你不死 夢霜 朋友本 strands 找到我剛剛才要推出大概多少 那我誤會說 因為你剛過來的時候是在轉彎 你那已經降速了 就在出發再停下來 這感覺不是車禍 就別叫車禍好不好 快叫蹦撞 簡單因為當我在轉彎的時候 會稍微剎車離散 所以說導致它撞到這個輪胎的時數大概在20左右 對於這個iPhone14來講呢 它可能是碰撞 它不叫車禍 所以現在準備重新再測試一次 在不減速的狀態下撞到這個輪胎 會不會有出現這樣的反應 如果再沒有 老闆說他要親自出來撞 我們看第二回合是怎麼樣 沒反應 我換老闆試試看 剛剛我因為撞了兩次 兩次他都沒有反應 老闆技術感會比較有良一點 老闆要用更極端的方式來撞弄看 我們這個是實測嘛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但是把最真實的一面 分享給觀眾朋友 我沒有來一遍 沒有 完全沒有 我為了再一次也撞弄我好了 老闆也撞上臉了 他也扭到了 我們都盡力的 想要讓他叫出來 那麼簡單看起來 應該是不會隨便叫啦 等一下看看吧 現在正在做一些調整 老闆真的很熱愛 我們今天這個撞擊測試 很明顯的 他都沒有叫 我認為他是在 正常道路上面會顯示 就是真的發生車禍 而且我覺得他跟GPS應該有連結 你是去意識的 他才辦你打電話 那他要得告訴他 你的定位嘛 以我們的邏輯來想 可能他會再傳送他的 座標 可能說台南市 中正路什麼一段 我覺得應該是這種概念 我只能說他太聰明了啦 他可能知道我們在騙他 我在搞他 但他並沒有上當 今天就是做一個 我們最土炮的實測啦 老實講這真的有很高的危險性 剛剛也詢問老闆 他這個撞擊 其實對你的頸部 是很危險的 他原本說他要再幫我們撞一次 但是我們就不要了 對 他不會真的什麼搖一搖 怎麼樣他就真的叫 我相信也有觀眾朋友 有戴過Eco Watch 他可能 你稍微撞到或怎樣 他就震撿到你跌倒 他會幫你打電話 今天測試應該是算滿極端的啦 對應該沒有人可以再做 更極端的測試 除非你真的車禍 我們真的沒有勇氣 我們去看看其他大神有沒有辦法 對那我們為什麼會拍攝這樣影片 其實我們如果講規格 講不贏久面 我們講功能 我們講不贏3C聽歌 所以我們只可以做這樣的測試 我們這邊有整咖一種耶 我們比較親民的啦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那這個實測影片 跟大家做分享 那把你們認為 怎麼樣他有可能會叫的測試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可以的話就會試 不行的話 你們自己去試 再來這個JBar 同時也有拍攝一部影片 大家也可以到他的頻道去看 那今天還是要再次感謝這個 墾丁國際卡丁樂園 這老闆真的好 這個不是業配 這只是我們來這裡做拍攝 絕對不是業配 因為我臨時被照說 今天早上6點要起床 那這隻手機 我自己使用一天下來 我覺得最有感的是他喇叭變大聲 現在這一機 是用iPhone14 Pro 這我老婆的手機拍的 大家可以再去跟之前的影片做一些比較 看看有什麼樣的落差 這把的頻道訂閱起來 幫他們抓綠樂器的 沒有啦 現在沒有那麼點重啦 那下方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結果我們回來發現 郭博 做壞了 要命的事他不能換 喔喔 真的啦 廣告看完啦 這六點啦 這六點 就給廣告也看完啦 沒有那麼多綠樂器可以抓了啦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嘿